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上个单元我们介绍您如何扩充ChatGPT的专业能力 所以你给他一个promise提示之后 就可以让他回答的更专业 而我们上个单元是直接到这个角色的网址去挑角色 然后把那段promise提示放到本文区后传送 而那么多的角色,我有没有工具让我很方便的直接用挑的就好了 就不要再到那边找,再复制贴上 本单元介绍扩充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它本身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去挑选promise 当你要具备什么专业,就把那个对应的角色叫出来 如此就更方便使用了 而这个程式,我们介绍的是window版 我们会告诉你如何下载跟安装还有使用 我们上个单元讲到的 如果你可以把这段promise,这段文字,这段描述 告诉ChatGPT 它呢,就会更专业的提供一些回答 那这段话我们称作promise 如果我安装了这个工具,您就会在ChatGPT这边你会发现到多了一些选项 然后这里可以做一些设定 我们呢,这段文字是用挑出来的 用斜线就可以挑出来 整个操作的步骤呢,我们先说明一下 待会就逐一说明,您下载这个软体之后 软体下载的网址在这里 然后把它安装 安装启用的同时,并登录你的ChatGPT 它就会跟它一起绑定啦 进来之后,您就可以设定环境 把环境设定好之后 这个选项,有这么多选项 做好之后,而后就用斜线 就会出现各个角色让您挑选 您挑选好之后 就让ChatGPT具备这个专业的角色来回答问题啦 例如,我打一个斜线 然后mental,它就会出现health advisor 也就是说心理健康顾问咨询啦 当你这些步骤都装好 也设定好之后 而后你只要执行图示 你只要在电脑的桌面执行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就直接进入 让您打斜线 出现各个角色的promise 我们现在逐一说明 步骤一到这个网址 去下载这个软体 我们输入这个网址 按enter之后 就跑到这个画面 ChatGPT 你移动卷轴往下移 您移到这里有一个install的下方 有windows版 有mac版 在下面还有linux版 我们选择windows版本 它是msi 点一下 看下载在什么位置 我选择下载的资料夹 程式是这个 选择存档 它就下载啦 下载在浏览器的下方 就表示下载完成 第二步骤 安装 我们已经下载在浏览器的下方 你这边点两下 就开始安装 或者你用档案总管 到你下载的资料夹 然后呢 执行这个程式 点两下 也开始安装 执行安装程式之后 出现画面 原则上就选下一步 next 它问你 释放在西巢的program file之下 会产生一个chatGVT 这个资料夹 你ok就next 你要切换到别的磁碟机 或哪个目录 你再去change 我就直接选next 进来之后选安装 它会请你再确认 是 然后呢 就开始装啦 装完你就finish 结束了 结束之后 它在你电脑的桌面 就会产生一个图示 叫chatGVT的这个图示 就表示你安装好啦 步骤三 我启用并登录chatGVT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慢慢看第一单元 我们这边启用就直接login了 我直接执行桌面上的图示 点两下 这时候我选择login 进来之后 它问你的账号 我就输入我的email 输入好之后 continue 它问你密码 输入你当初注册的密码 输入好之后continue继续 就进来了 您看到这个对话框 表示你要问的问题 在这边输入 再传送 进来后 您会发现到 这上方有选项 接下来 我们做第四步骤的环境设定 你会选择preference control center the language mode的 the synchronized prompt 也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环境选好 我要同步 一次同步好之后 我就可以用斜线 来挑选各角色的promise 所以我选择preference里头的 control center 它就会新增一个 control center的视窗 你再选择language mode 你的兔舌头点下去 再选择 synchronized prompt 选下去之后 因为你还没有装过 所以这里头 就要有一个同步的动作 你要选择 这个按键 同步 选下去之后 它请你确认 你就选yes yes好之后 它告诉你 已经跟你同步了 就确定 这时候你可以发现到 这是Chat GPT 这个是control center 而你在下方 因为你执行了这些程式 这些程式 在工作列 就会出现一个按钮 你一到它的时候 这两个视窗 你到底要切哪个视窗 你就可以直接切来切去 那我们切到Chat GPT 这里头是文字方块 我打上一个斜线 就会有很多的提示的名称 各个角色的名称 你试试看英文单字 mental 就是心理啦 心理打完之后 后面就出现是mental health advisor 你觉得这个 好像是你要的 你就选它 它就把这些提示 就放在文字方块啦 你就传送 提示讯息 就会送上去了 然后 Chat GPT 就会先告诉你 我已经针对你的问题 也做好准备啦 你设定好之后 而后你只要在电脑的桌面 执行这个图示 就直接进入Chat GPT 你也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啦 然后呢 就用斜线 就可以挑选角色啦 也就是说 我只要这边执行 然后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你打个斜线 就可以输入部分的字 我这里选mental 然后就可以挑选 这个提示的文字 就会出现啦 你再送出 就会上去了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我们已经按照 我们上面的步骤 都设定好 也安装好了 Chat GPT的 扩充的应用程式 我点两下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到 它就进来了 也不问你 要不要log in啦 因为都绑定啦 你在preference这里头 选control center 你就多了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 我们language mode之下的 synchronize prompts 这里点一下 各位可以发现到 它已经不是空白了 因为我已经同步过 所以这里头 有一堆的角色了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做control center 我们的程式 叫Chat GPT在这里 点一下就切过来了 因为我已经装好 也设定好了 耳后一进来 不需要log in 直接呢 斜线 就可以开始使用 哪一个角色的prompt 所以如果你希望的是mental 心理方面的心理健康的顾问 传送你所挑选的角色的这些文字呢 就上去了 它就对应的出现讯息了 本单元下载与安装Chat GPT的扩充程式 这个程式不是官方的哦 装好之后用斜线 就可以带出对应角色的这些提示讯息 让Chat GPT在回答的时候 根据角色而更专业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 拜拜